今天準備了一隻竹竿 這個是網子紅色的綁起來 那記得以前 擀鴿子的時候 不讓牠回來的時候都用這個 這樣操練 那今天我也來嘗試一下 因為我那邊有種了一片玉米 那即將快採收的階段了 那今天就插上去來擀鳥 1,2 minutes 3,3,3,4、1應該 那現在趕鳥的神器已經駕好了 接著就來採收玉米筍 這邊是大西瓜 這個也開始爬出去,準備開始流泊 那今天要來摘這個玉米筍 像這個一般我們玉米筍 上下1、2、3,有的會長3顆,有的長2顆 那我這一個,比如說這一個它是長2顆 那你要看下面這一個,下面這一個好像也蠻飽滿 這個會比較小一點,玉米會長出來 這種就可以不用把它掰掉 最好就是說小一點,像這邊這個比較小一點 那這個就要掰掉,它還沒有成熟的時候 比較小的時候我們掰掉,營養分會集中在這一顆 會比較飽滿 一般是會1、2、3 那我目前看到是剛好兩顆 甚至有的連玉米筍都沒有 玉米筍沒有的直接營養分集中在這邊 那我就差不多取這樣的塊頭 再小一點會比較好 像這邊也是啊 這個啊 掰這個要小心啊 因為有時候啊 不小心一掰掉 這一隻去折到 就了掉了 所以說掰的時候要小心 我們要掰下去 這個會不小心這個骨架會斷掉 那這個也有比較 發現有比較小顆 這個後面的玉米筍也留不起來 一看就知道 這種你就加點掰掉就好 這個掰的時候啊 你要是怕掰斷 這邊稍微把它撕開一點 然後這樣就比較好掰 因為我是掰習慣了 所以都直接跨著就直接掰了 那這樣子就一隻玉米筍 那這個季節啊 春季的玉米特別大 這個是跟氣候有差啦 夏天的玉米就會比這個燒差一點 那另外 這邊有發現到 這個應該是小鳥 這個是坑坑坑 這樣子啦 那幾下它感覺不對 火火還不夠 它就落跑啦 很快 人超度各個 uncovered 分他們 你知道後面有שר 怕oman 看不夠 craw好 這樣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今天在意米笋的过程 总共发现两颗被鸟有吃到 像这一颗就是被鸟吃的 这一般我们鸟吃的话 它的成熟度会比较快 你看到这边旁边就比较红 这边比较白 这个时候火还没有到 鸟就已经来吃了 总共两颗 这一颗 这边上下而已 这边也是一颗 它吃到感觉味道不对 火还不够就落跑 那这个 这个还比较嫩 像这个我们拿回去煮汤也OK 这染色体还没有起来 刚才那个玉米我吃了一口好甜 那这边的是紫香玉米啦 这个 那个花粉刚上来 所以说这边后面比较晚长上来 那这边哦 你也可以稍微过滤一下 前面没有 来到这一颗有 像这个 就可以掰下来 这种就可以当玉米笋 来吧 一看 二手 Unis 月 一 bar 好 這個後面的,這個花苞剛長上來,這個蜜蜂就來了 它再濁濁濁,上面的工花就會掉下來 掉在母花這上面,就會等於跟它塑粉 這是一種塑粉方式 另外一種塑粉就是說 用搖搖讓它花粉掉下來 這樣就等於幫它塑粉 所以讓它們一起去掉 再加上水桶 再加上水桶 並在水桶上,去補充 在水桶上,再加上水桶 再加上水桶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那今天的玉米笋已经摘完了 那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拜拜 这个就是玉米笋 这个前面没有弄到折断 让个满刚好了 甜度OK 有稍微甜一点点 谢谢大家